所以说我说叫阿姨不要太相信别人 什么都告诉别人 而且老谭确实欠你们钱 他也还对不对 也不是不还 他有钱他第一时间就想着还你们 这个我知道的 所以说我一直我都没有去起诉 他他之前叫你起诉的话是因为他 他就是担心 他当那边法院他说他有准备财产 钱你他叫我去起诉他 如果我去起诉他的话 他经我太大了 我估计可能会有点困难 所以说我都没有去起诉他 但是如果说确实是需要的时候 我可以出去借条 由老谭拿我的钱都有去借条法 借条法都有的 所以说我都没有去 他就是他就去 他就要去 所以说我都没有去起诉他 他 你起诉他就还不了 他一时半会肯定还不了 但是他 对啊 他就说他就想要他就好 他就会他就更加兴趣 另外一个人 对 是的 因为之前 现在别人起诉他也是过去的事情 确实我也不太了解 可能阿姨会了解吧 阿姨之前不是经常过去吗 因为既然过去是经常过去 但是我不知道他 因为他也他也没有办法 然后阿姨他那边是去多少时间 他那个是跟人家合作的 我也不清楚 因为是自己做的 我知道的就是说他们很多个人合伙 但是现在所有的股东就是说 说他诈骗了他们的钱 就是这样子 但是那个饭店不是实际都走在运营了很长一段时间吗 对啊 差不多应应该就差不多应年吧 所以我也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以什么样子的一个 一个那个 现在我们都不清楚 但是只要是律师才清楚 律师罗潭才知道啊 律师明天会做啊 你就你就你你你就连续律师吧 连续律师 然后我我我我我 这样我这边的情况告诉律师一下 看看他能 他怎么办 嗯 对不对 嗯 那看那明天吧 明天律师见过他之后 我们再出来碰碰面吧 嗯可以可以可以 那麻烦你留意一下这件事情了哦 所以说因为这个我现在我也是也是 说实在话的我也是很很为难 因为我他老潭欠我那一部分 全都可以不要抬了 但是就是 带他借他那一部分 现在我每个月他要帮他还力气 我的压力也是挺大 这个我老潭也知道啊 这个我也是清楚 我也我也能理解老潭 他现在他也他也是在拼命的 嗯 找钱还 嗯 因为他 所以说他一直到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这段时间前段时间 我不要说就是去年嘛 嗯 在网上卖水果的时候 应该可以找到一点一点钱 但是看一看是签到的 到底签了人家多少 现在要要要要要要怎么回事 他是赚到一点钱 但是他还了一部分给你嘛哦 也还了一部分给法院 然后又还了一部分给他哥 然后要处理了一些乱七八糟的纠纷 这个我知道这个 这个我都能理解 就是说他事情太多了 现在就是看他到现在还差了 差了没有多少钱 这样子 他那个钱 看看能 能怎么凑钱 还给人家 是这样子 你现在你出的事你不能回避 现在就是 必须要把那个钱 还给人家 这个也没有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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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慢慢 找钱慢慢还我 做点小生意 做点生意 还我慢慢还 我也不着急 其实说实际上话的 我现在我 我咬着牙关 领住这几千块钱的利须 我都可以 我还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确实要还本的时候 我确实也是挺难 是这样子 我原来怎么欠了人家的 因为这是 这之前 拿人家的钱是带他带老谭 借的钱 这是要给利息人家的 嗯 这个 嗯 我也能理解的 其实 老谭他也是很感谢你嘛 所以说他 他也知道我的为人 嗯 你应该也会知道我的为人 对 嗯 我也 不管什么情况下 我都能理解老谭 再待几天不 对啊 要把这些事情解决完了 嗯 昨天呢 我是接到了一个法院的电话 因为我起诉了对立面的人嘛 然后法院呢 是给我打电话过来 就是说想案情调解 然后我说我不认识他 第一我不认识他 第二呢 我没有他离记方式 所以我是拒绝调解的 就是那一个吃喝玩够的 那一个账户嘛 账号 他发布了一些对我很 很不好的言论啊 你知道事实诽谤我 啊 包括一些人 其他的人 啊 我也是 保留了证据的 然后呢 目前呢 我是只提交了吃喝玩够的 因为他是举报了他的人嘛 然后我就 告诉他 就是这样子 如果朋友们 你们有收到吃喝玩够的一些私信啊 叫你们啊 说我怎么样怎么样的 或者说老谭怎么样怎么样的 或者是说叫你们不要买我东西 我怎么样子 如果朋友们愿意的话 帮我发到评论区里面 因为后期我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证据去证明 因为这个事情 老谭的事情一出来 我是第一时间让 曲姐跟小年收集了证据 昨天他发现 他能在我评论区留言了 然后他就留了很多的一些图片 然后我直接这样子回复他的 我说 啊 你给我姑打电话 说我欠你钱 你还没有报案之前 你皇 你你自己跟老谭说 老谭是诈骗犯啊 让老谭还钱什么什么的 就是通过这样子的沟通 导致老谭对他们非常的一个抵触 老谭至于什么问题 会会说 啊 到这个情况呢 是因为他 啊 这个 人跟老谭有一个纠纷的案件 在法院那里审理的时候 发现老谭的合同 涉及到一定的问题哦 所以是打到公安机关那边去审查 然后公安机关审查 啊 要求老谭回来协助调查 但是老谭 那时候请的律师可能 也是因为我的问题不够专业吧 就说说没问题 啊 这个是不构成任何问题的 所以他就没有配合回来 但是他寄了一些证据过来 但是他自己也没有直接看那些证据啊 就是上面其实明确的表示了 法院也写了 他是有涉嫌的一个嫌疑 所以就是说现在警方就当是一个拘不 拘不配合调查嘛 所以对他进行了拘留 嗯 刚刚呢 我也从他以前的一个家人那里了解 到了一些情况 相信大家也听到了 他确实是欠 老谭确实是欠了他很多啊 他是一个大的债主 但是这两年呢 老谭每个月有钱就第一时间想还给他 另外也感恩他嘛 但是呢 对立面的人呢 就利用这些事情来恶意的去造谣攻击老谭 还有我 还有呢 就是关于老谢的问题 老谢是很好的朋友 跟我们啊 没有存在什么什么纠纷 也没有存在任何的说 像他们说的现在几年不完 这个是不存在的 这个事情呢 我们也都取证了 还有一个关于相保的一个问题 就是啊 对立面的人呢 说我们卖的是死猪 发瘟猪 烟猪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的一个合作商是 香保食品有限公司 他是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什么 就是他带动的周边的农户去养殖这个猪 然后呢 他来回收回收加工出来 啊 我们就是养的猪给他加工出来 然后啊 然后我们去去卖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个产品 它是属于一个扶贫产品 扶贫产品之前 我在直播间里面也多次跟大家讲过 第一不存在造假 第二 他是有关部门去监督的 啊 他 然后 车完购就发布了一个这样子的视频 我记得当时老 小脸你有刘正俊吗 有 啊 这个的话 香保那边也会起诉 啊 因为香保它是属于一个上过中央电视台的 是一个知名的企业啊 它是相当于就是说非常 非常有特色非常重视的一个民主企业 但是你恶意的去给它抹黑的话 那么这个代价也是很沉重的 因为香保的实力是不可小虚的 它的一个自策资金死角是一千多万 但是你对它名利已经清传了 这个东西赔付也是很大的 所以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时候朋友们觉得我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 但是其实我没有表露出来 我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扛着压力做了很多的事情 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话 我也只能见招拆招了 因为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对老谭的事情不了解 我只能在我认知里面有限的范围里面去帮他 包括现在刚刚他的一个债主给我打电话 是老谭联系 经过一些某些 就是说正会渠道联系到了他 然后让他联系我 就是说这样子了解情况 然后他这位债主也是 怎么说就是说大家一起凑钱 看能不能把他救出来 也不希望他进去是吧 他以前他以为他就是做那个农庄 他是自己做的 并不是合伙跟别人合伙 但是他说跟别人合伙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他当时呢也劝过老谭就说不要跟别人合伙 但是他不是到老谭 又是跟别人合伙做的 因为他这个前面 这个大债主呢是因为他是做那个西餐厅的时候欠的 然后呢西餐厅的时候他确实是 不只卖的比较大 投资了一两百万吧 一个店面装修那时候都投资了一百多万 所以导致了他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他也比较理解了他嘛 就是一个山里面的孩子打拼不容易 我们也是理解他吧 所以只能说尽其所有的去帮他 我也希望朋友们就说收到了 那样子类似的信息可以截图发到我的评论区 对我有帮助 我需要更多的证据去证明 既然他要治老谭一死地 我也不想放过他 不死我也想要他脱层皮 就这样子 我会把所有的证据都整理出来 罗列出来 不管他是能涉及到多少个案件 我会全部起诉 因为这个东西我也不能再容忍 是吧 容忍的话就是我的懦弱了 我也感谢就是说这么多朋友 他们对我的支持 不管是谁发的 私信只要是对我们进行的攻击 慢慢顺序叫你们不要买我东西的 最后都会算到这一对立面的这一位身上 因为他是属于挑试者 他是带动了这个评论的 带动了这个事件的 他是枪打出头鸟嘛 所以我是第一个起诉了他 然后后面我们会有陆续的案件去跟上 并不单单是我一个 这么说吧 相貌的案件可能就已经够你 你卖房之后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填补进去 我可以直接这样告诉你 因为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还有一个 我的话呢 我不是我不是冲钱来的 我是冲的公道来的 老谭也是一样的 然后老谭目前现在呢 他是属于一个被动的情况 因为之前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就发现了 他没有凡人之心 不留任何证据 就是我们昨天 去问了一些情况 朋友的一些情况 对他也很了解 肯定连合同都没有留 确实是没有留 我在桂林找了 没有 所以这个事情 我们也不知道他会发展成什么样 只能说走一步看一步 希望大家就能够收到这些信息 能够发出来 对我们也有所帮助 你发出来之后 小莲虽然会一直盯着评论区 五分钟之内你可以删掉 但是如果你害怕他去找你的话 但是其实他应该也不敢这样子 因为他这时之中没有露面 是吧 我们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大家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如果他露面的话 也还好一点 但是他没有露面 但是其他人我是知道的 所以这个人我不知道他是谁 就是小莲虽 辛苦一下 多盯一下 咱们 现在老坛要自救 我们也要自保 是吧